例如你們一進去做地戰的時候 你們現在就變成另一種東西 我會用詠春的理論去做 例如我們第三個卷標子 其實我們王術良系列的人 最明白標子不是最好打的六卷 其實是怎樣去救自己 怎樣去補位 或者有些情況 平常詠春的方法來必有效 用什麼第二個最簡單的方法去解決這個問題 例如擺中求勝 我們經常說在裏面 又可以試試看由台長 如何穿上手 例如用標子的方式 標子 例如這樣說 由你去演繹就可以了 例如我被人迫到牆 對 你迫到牆 被人迫到牆 你迫到牆 你迫到牆 你不會迫我的頭 因為我會打我 通常是按著我的手去打我 是 因為會打我 我在這裡 我沒有base 地下不是我的base 我背著是我的base 我用牆 借力 打開它 其實 怎樣借牆 其實落地下也是一樣 就是落到地下 地下 whatever color my body 就是我借力的地方 這是很簡單的 第一個理論是怎樣 最好不要落地 好厲害 對 第一不要落地 他們怎樣 通常 平衡 基本上有幾個方法 衝入地 在這裡 上面 如何失去落地 或者 在這地方 如何失去落地 基本上有幾個方法 或者拿著一球 兩個落地 就是有幾個方法 很簡單 如果人家追著你的腳 人家 那我就招牆 他 沒有 對 抱著腳 抱著腳 其實要想什麼最好的方法 第一 不要讓腳在這裡 OK 那是游術的方法 是怎樣 你一衝你的腳 踢開腳 按著他 這是一個游術的方法 不過你的方法是 如果衝腳 你不肥腳 就是 加力走 是 不過有機會落地 那麼落地 基本上有兩個 有兩三個 要這樣 如果 第一 我在他上面 就當大家跌在地上 大家跌在地上 大家跌在地上 很漂亮 我在上面 在上面 很難的 會捉住我的手 可能會捉住我的手 不讓我打 是 其實就是用回 年春那些 都是用爭銀 對 就是用回他的位 按著你打 因為我的目標 很多人需要目標 可能會 鎖手 是 這些 我的目標 不是 我的目標 就是按著他 打 其實都是按打 又是我們按打 有時候 你以一個 很普遍的 就是 相反 被人被壓住 被人騎住 是 騎住的時候 其實沒有空危險 這個位置沒有空危險 因為 他們懂得打 又會懂得 這些人 這些人 他不單止會壓住我的手 他會壓住 靠叉 是 如果 很多人 會頂著 是壓住他的 做銀鷹 他可以鎖利 給很多 超贏 超贏 接下來的理論 去抓自己的手 給 somehow 這個 底下 下來 就是不要擁摸自己的手 好 今天解釋得很清楚 我訪問這麼多 不是每個人在地下做得 你應該要乾淨 因為我 今天知道 我特地吸了地 這樣說 這也是我們寶貴的一貨 你問我這個身形 不需要去地 下了就很難建 剛好 我就算顏色也做不到 今天能夠看到你 那個位置是很對的 他不是合格的 真的被你彈彈 其實很重要的事情 我自己也是一個榮春和蔡英俊 我不是一個藝術人 不過我是有研究和練習這件事 如果觀眾是有興趣去研究 我建議大家 找一個真是認識這件事的師傅 就是藝術師傅 細細研究 因為我自己也不是一個經驗 不過就是學我的經驗 就是我做完 怎樣去用榮春的principle 放在藝術人身上 是